似乎整個WIT的投資界 忽然之間都對ESG非常感興趣 而ESG究竟是甚麼?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持續發展的概念 君子好財取資有道 希望大家賺到錢之餘 亦都幫到這個社會 我是德興 90後一名 我的零至千萬故事由10年前開始 我試過連環創業 投資初創公司 賺我第一桶金 在大陸親手發展地產、鋁館、商品房 因為有了我的一手經驗 令我建立了一個系統 去買股、買債、買房地產 加上一些小財機 30歲前的我成功累積千萬資產 後來發現賺錢 原來不用每次狗死一生 年輕人應該要善用財機 循環資金再投資 更加能夠快速有效累積財富 做到雪球效應 新的一季街頭智慧 我會分享選股、選債、買房地產的策略 透過財機運用 實踐示範 賺價、賺色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一集的街頭智慧 又是我德興 跟大家分享靈智千萬的故事 今天就跟大家講一個很重要的熱潮 但是我等了很久 今天才跟大家去講到 沒什麼特別的原因 純粹就是因為慢了沒有跟大家講的 這一個就是ESG的熱潮 究竟ESG的重要性在哪裡 ESG又是什麼 對於我們買WIT有什麼影響 今天就跟大家陸續去解釋 當然也不少 我最後會跟大家講三隻ESG概念股 我也有足夠的數據和證據去證明給你看 ESG的WIT是充滿投資的機會 最近的一個研究發現 現在77%的WIT都會將ESG納入他們的戰略和財務規劃裡面 79%的WIT團隊也都成立了跨部門、跨職能的持續發展委員會 重點去發展公司的ESG 而60%的WIT也都會公開透露他們的ESG目標 有好ESG的WIT在過往的15年間平均增長達到7% 而多數都是跑贏大市的 說服去到小公司的層面 跌至於50億美元的WIT 他們公佈自己ESG的數字的比例是由2018年的43% 去到今天的97% 為什麼WIT這麼喜歡ESG呢? 究竟是愛還是責任 促使到他們今天隆重其事 而我們作為投資者 又應該怎樣去看這個ESG的數字呢? 今天就跟大家徹底解開這個ESG之謎 喜歡這集的朋友記得按讚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當然不少的就是看到最後還有留言 好東西一定是放到最後才說的 為什麼我毛利拉加會講起ESG的WIT呢? 是因為我在《交流自拍》61集的時候 《次世代WIT》那一集 就分析過我接下來會看好的WIT版塊 而最後我就賣了個關子 答應大家會講一講綠能發電的WIT 不過在我講綠能發電的WIT之前 我發現大家應該先理解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不然就不明白我說什麼了 這個就是ESG概念WIT 所以今集就隆重其事跟大家一起去剖析一下ESG WIT 如果未看過那集的朋友 記得在上面按回看那集 非常之有意義的 我這幾年整個腦袋就刮在那集那裡了 好啦 回到正題先 講回今天的ESG WIT 其實對於WIT的投資界來說 無論是投資者 還是幫WIT融資的發債方 甚至是行業協會 在這幾年都隆重關注ESG這個Factor 根據全國房地產投資信貸協會 2020年WIT行業ESG報告裡面說到 投資者和發債給WIT公司的發債人 對WIT披露ESG信息的需求是不斷增加 似乎整個WIT的投資界 忽然之間都對ESG非常感興趣 而ESG究竟是什麼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持續發展的概念 針對環境治理和社會因素 去衡量這隻WIT有沒有可持續發展的特性 環境問題長期以來 都一直是WIT重點關注的領域 因為商業地產是能源損耗的主要地方 根據美國的能源部的一份報告 住宅和商業建築佔了美國所有能源損耗的40% 其中兩大能源用戶就是辦公室和零售部門 而商業地產也佔了 美國的每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的20% 在巴黎氣候協議之後 環境問題就變得越來越受多角重視 所以很多的WIT都在節能技術 或者是生態建築材料上面 有很大的投資 從而去改善這個環境的問題 而現時最為人所熟悉 去平核一間公司或者一隻WIT 它ESG的分數就是 Grobal Realistic Substability Benchmark 即是GRESB 它的分數就總共有70分 而分開五個level 如果你是A grade的話就是57-70分 B grade就是73-56分 C的27-42分 D的15-28分 E的就是0-14分 但有一些投資網站可能都會用到12345的level 去replace ABCDE 大家自己會走盞 我慣常都是用12345的 當然level1代表E level5代表A 好像我們回考的時候那樣 WIT的平均ESG水平大概是3.12 其實比起五年前的2.8左右 是提升了很多 而當中醫療WIT的平均水平最高 去到4.1 寫字流WIT最差去到2.1 在地區方面 北美市場的平均ESG分數去到3.4 亞太區就真的差這樣一些 去2.1 而在疫情期間 這個ESG分數都大大改善了 要去平衡ESG的分數 剛才說到 除了環境之外 亦都有社會因素在下面 還有企業治理的氣氛 在環境因素方面 就例如有剛才的碳排放 環保建築物料的應用 能源使用等等 而在社會角度 主要來說就是 例如你有沒有提供一些廉價的租房 去改善這個環境 去改善社會 或者是有沒有改善到周邊的環境 從而令到附近的居民 都有好的生活條件等等 在企業治理方面 例如是你公司請的人 有沒有種族分散的概念 或者對員工好不好等等 這些細緻的條件 我就列出了在這個表上面 大家可以慢慢看 當然也有扣分的部分 我也列出了在下面 相對沒那麼重要 都給大家看 可能講到這裡 大家會問到一個問題 大哥 我都是看錢份上做人 我作為投資者 為什麼我要愛惜地球 為什麼我要sustainability 我擺在街頭智慧出 當然是能夠說服大家 首先第一點是 WIT 或者是房地產 這行東西 本身是一個資本密集的行業 世界各地很多的WIT 都需要大部分的收益 作為股息 派給大家 所以其實本身WIT 並不會留很多現金在手 這個時候 他們必須要去依賴外部的資本 才能夠繼續去reinvest 為投資者創造更加多的價值 派更加多的息 所以如果WIT 是能夠獲得好的資本市場 融資的途徑 是絕對能夠降低債務的成本 以及保持一個好的競爭力 而圖上面這個表 數據是非常複雜 有讀統計學的朋友可以嘗試看得明白 不過我就說個結論給大家聽 統計了美國那麼多WIT 我們發現ESG的評分越高的WIT 對於債務融資是產生一個正向的反應 即是說你ESG越高分 你借錢的成本就會越低 借錢也會更加容易 因為無論是美國政府 又或者歐洲政府 甚至乎是很多發債的機構 他們都會提供support 給一些ESG高分的公司去借債 甚至乎作為投資者 在外國來說 亞洲你可能會少見 如果發債機構 他ESG分數是高的話 都會傾向買你的債多些 是一個bonus 你就這樣聽 可能不明白我說什麼 有沒有那麼偉大 我說下去就知道 因為其實 都是跟他公司的質量有關的 第二個表 又是一批數據 都是那句 這些數據很複雜的 我翻譯人話給個總結大家 統計了美國市場的一堆WIT之後 你會發現ESG的payroll 是可以幫助WIT 提高他們的報表可信性 而從而增加他們公司的企業價值 因為透明度高了 亦都令到他們在S&P的rating 是提高的 你可能會說 報表的準確性 什麼WIT都會有不準確嗎 因為很多人都會認為 WIT的透明度是高一些 因為他們持有的資產 大部分都是有型資產 很有數得計 當然對比起很多公司 WIT的透明度是高很多的 但也有信息不對稱的時候 例如是 他們現有物業的估值 這個是由他們說的 老實說你現在去賣你的房子 你都不完全會說 你層樓值到多少錢 最終都是由市場去決定 一天未成交 你一天都不知道 而第二個不對稱的位置 就是有很多WIT 有很多持續發展的項目 而很多項目 都是由一些未披露的合資公司去做 而這些合資公司的負債 當然也未能夠披露到 所以其中是有些盲點 而ESG當中披露的數字 某程度上是彌補到這些盲點 因為也是那句 ESG不只是從環保概念去說 企業管治也是一部分 即是債項 所以ESG的分數越高 令到他們透明度更高 從而獲得更高的S&P 所以就會看到圖上這個表的統計結果 又來到一個表 這個表就是講了企業的價值 和ESG分數的關係 我答應大家是最後一個偶心的表 這裡總結了 企業價值越高的公司 他們傾向會有更高的ESG分數 而我們在疫情大流行期間 其實都會看到 ESG分數越高的WIT 他們的抗跌性也是越高 當然這個抗跌性不是在股價上 而是在報表的價值 其實除了這三個 你閉嘴眼都看不到的數據之外 其實我們想心一層 ESG其實幫助到WIT 在管理的時候 更加符合成本效益 因為當你能夠更加節能的時候 或者你在翻新你的物業的時候 用更加少的物料 其實都是一些成本的下降 而如果你的社會和環境治理是做得好 你的管治模式是理想的話 你才會得到ESG分數高 而你既然符合這些條件 從中長線的角度來看 其實你也能夠收得更加高的造金 你的物業也會有相對的升值 所以其實都是相負相成 可持續發展 不一定賺不到錢 而還有一個不關銀紙節的因素 都是會影響了 我投不投資多少少 ESG分數高的WIT 所謂君子好財取資有道 這句話 我爸爸從小到大時刻跟我講的 意思就是說 我們賺錢還賺錢 你要賺得合乎道德 最好就是都為世界有些貢獻 其實我們投資ESG分數高的WIT 這些WIT就會得到更加多的資金 從而令到它們可持續發展的影響力 更加擴大 其實也是幫助到我們下一代或地球的發展 所以既然賺到錢的 又做到有意義的事 何樂而不為呢 不過當然 在選購的角度裡面 我們都是要選一些優質的ESG高分WIT 才會去投資 所以這裡我給大家一些提示 還有選擇三隻WIT 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個條件很簡單 既然我們買得了ESG WIT 當然就是要符合我剛剛這個標 當中的標準 其實我們不用逐項去看這麼辛苦 因為我們認真去看 認真去研究 你都很難憑一己之力 去分析到哪些WIT 是有高分的ESG的 所以這個時候 很簡單 我們直接就是用它們的ESG分數就可以了 這個分數就不是什麼秘密 雖然有很多Model去看這個分數 有不同的分數打出來 但我籠統都是用幾個網站做Average去計算 例如Morningstar我們常用的 就已經有這個分數 怎麼按出來呢 很簡單 你進去Morningstar這個網站 你就按你心儀的股票 例如蘋果這樣 按完之後就Enter 入到蘋果 在這裡你看到上面這條Bar 第五個欄目 就會有Sustainability 按一下 其實你就會看到這間公司 ESG的分數 它這裡有幾個給你看 有時候會有三個 有時候會有兩個 有時候只剩下一個 是不同的Model演算出來 這裡看到 蘋果的ESG就有4分 而第二個Model看到 它的ESG風險就是16 16是什麼意思呢 這裡你要反過來看 這條Bar呢 越低越綠色 就代表越好 越安全 越高越紅色 就代表越衰 所以 16分算是好的 就是這麼簡單 那你就做個Ranking 哪些排行高的 你就優先去選它 這樣的意思 其實蘋果高分呢 很大程度上 是因為它企業管治好 它對員工好 當然也有一定的社會責任 所以不奇怪的 它的高分 你做了這個Ranking之後 繼而就用排除法去剔走一些沒什麼用的公司 例如是市值過低的 少於500M的美金 其次的就是我這個表 顯示到下面的一些排除因素 例如它用過多的石油等等 這一步你懂得做多少 其實ESG分數已經幫你搞定很多東西 不要勉強自己 排除到就排除到 排除不到就算了 接下來呢 當然是基本面的優質條件 你不會買一些長期虧錢的REIT 它ESG分數幾高都沒用 至於怎樣去看報表是強還是弱呢 什麼的REIT 只為之好REIT 其實我零至千萬的課程 裡面都有提及到 重點就是教大家 怎樣去找一些 派息增長穩定 而且價格不錯的REIT 當然也有 估值系統和大家分享 所以大家 很少機率 會買到一些高股的REIT 通常都是便宜入 或者中間價入 如果大家對於我選REIT 系統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scan圖上的QR Code 去了解更多 我們一小時的分享會 當然這個分享會是免費的 接下來呢 就是我想說的三隻REIT 我會由最差的兩隻講起 然後去到最強的那隻 第一隻呢 就是BXP 這家公司它做了些什麼 按ESG呢 首先我們看看 它ESG的分數先 又是那句 按Sustainability 按了進去之後 你就會見到 13.57分 是中ESG的蘋果 而另一個評分裡面 就有4分 其實是相當高的 為什麼它會有這麼高的成績呢 因為它是美國領先的Green Building公司 專門做綠色建築 它也都在2021年 GRESB裡面 得到最高分的排名 總分它是最高分 而在幾項的細項 它也是最高分的 例如是環境治理數據的管理 未來ESG方向的定位 以及目標 它的政策 report的機制 透明度 以及它的企業治理 美國呢 有一個certificate 是LEED 就是說 你拿到這一塊 你可以證明到 你的建築項目 是有高的可持續發展分數的 而它278萬square feet的 物業裡面 是拿到LED 白金和黃金的榮譽 非常之誇張 當然它在能源的管理方面 做得非常之好 它的建築項目裡面 亦都用了很多太陽能板等等 如此類推 這些建築政策 令到它比較在2008年 成功將溫室氣體的排放 減少了七成 以及將能源的損耗降低27% 非常之厲害 而它接下來2025年的目標 就是要做到公司的碳中和 沒錯 是一間地產企業 做到碳中和 多誇張 講了那麼多ESG 我們看看它的報表 對於上課的朋友公平一點 這裡我就說一些籠統的數據 其實你看到它由09年至今 無論是revenue也好 Net income也好 甚至去到營運活動現金流 都是做得非常之英俊 只不過是它2021年開始 就有點窄洗 主要原因是疫情期間 都影響了大部分做物業的房地產信託基金 它也不例外 雖然影響較小 就靈致到它純利的增速是有所下降的 所以你看到它的股價在2021年 發展並不理想 其實這隻東西 我會等多它一季度的報表 如果數字是帥仔翻的時候 其實我都會衝進去的 分住這樣去買入 在技術分析上 現在暫時正在做一個盤整的格局 剩在股價相對低了 因為已經跌了很大一節 如果接下來能夠成功突破120元這個位置 我會考慮分住吸納 支持位置我們放在108左右附近的位置 即是說 如果未來突破不到的 但跌穿了這條線 你就可以等下面看有沒有吸納 第一個位置就是$95 當然 如果它在108這個位置有轉勢 你也可以嘗試分住吸納 來到第二隻Wizard 就是我之前也有跟大家提及到的EQIX 我們先來看看EQIX的評分 它ESG的評分有4級 而右手邊這個評分就有14.7 即是相對都是好成績的 而重點是它在國際評分裡面 即是剛才說的GRESB 是得到AA的評級 相當高 大家可能會懷疑 喂大哥 為什麼EQIX不是做Data Center的嗎? 無尼拉加的關係 因為Data Center其實會用很多水去降溫 又或者是能源的選項是非常大的 為什麼它會做到這麼高的ESG分數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它這些Data Center的建築 本身已經用了再生能源的設備 去支援它的數據中心 同時也有自然降溫的設計 所以相對於很多Data Center 它是更加有效率和環保的 它在長線的目標更加設定是 要100%用再生能源去運動它的Data Center 非常之大志向 而它在私隱寶物方面也做得非常之好 這個也是環境自... 這個也是對社會有很好的貢獻 因為它內部的機制是非常之嚴謹的 一發現有些員工不對勁的話 有些可疑活動想偷資料的話 它就會做很多內部審核、測試 做得足的 當然它公司裡面涉及多元化的員工 也都對員工的包容性很強 令到很多員工都有歸屬感 以及提供一個好的工作環境給他們 這些都是加分的 至於它報表方面 年報是做得非常之好 但是年報就沒有2021年的數據 所以我們都要看回季度的報表 季度的報表就有點窄洗 也是那句 在2020年的第四季和2021年的第二季 都做得不太好 所以你會發現它的股價都是橫行了一輪 盛在最新的季度報表有好轉的跡象 所以它應該會比BXP快做個翻新 現在它做著盤整形態在股價上 如果接下來能夠成功突破$839 都不失為一個部署的時機 又或者跌到$763的時候 有個明顯的轉勢向上 都可以有買入的時機在裡面 說真的 買Widset我通常不設定阻力位 即是不設定目標 指洩的原因 要麼你跌穿我推升的支持位 要麼你就估值個高 只有你兩個 多數啦 最後啦 神秘的武器來了 最後一隻我要分享的Widset 也是最架勢的 在這三隻裡面 就是PLD 沒錯啦 如果有在星級版的朋友 應該也有聽過這隻Widset 沒錯 大家沒有記錯 它是做工業的 為什麼工業Widset都可以ESG到呢 我跟大家講講 首先看一下 ESG的分數 是這三隻裡面最厲害的 左手邊評分5勝 5勝 會考狀元 右手邊的評分9.79 非常之這麼低 即是說很好 好綠 整個頭生草 在國際評分裡面 是AA grade 為什麼他會做到這麼好呢 這個大部分都是社會分數 去衝上來 因為他有很多社會計劃 其中一個都挺大型的 就是他和一個非牟利組織 做很多人才培訓的工作 幫助很多有困難的人 加入運輸儀 配送 物流 這些人才 並且他設定了一個目標 在2025年 就要培訓到25,000人 非常之誇張 而第二個 2025年的目標 都很誇張 就是要在他全球的業務裡面 實驗炭中火 第三個2025目標就是 他要在他這麼多個項目的建築物上面 安裝最少有400萬兆的太陽能電板容量 還有100%用LED燈照明 這些相當環保 相對於其他工業BIT來說 還有一點很有趣 就是他極之鼓勵員工去做義工 他的計劃就是 每年他在世界各地的員工 要做到75,000小時的社區服務義工 還有100%的員工 在入職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道德的訓練 非常之有趣 當然他按ESG 他又賺不賺錢 現在來看看 其實PLD 他在過往這麼多年間 2009至今天 都會有一個很好的發展 無論revenue的增長 還是營運活動現金流的增長 都是很Smooth 很厲害 甚至乎在最近幾季度 增長的速度更加速了 當然只說在純利方面 不過revenue都不錯 給你看一下 很穩定 這個是貴度 貴度的業績都可以做到這麼穩定 當然他這麼厲害 股價當然不會特別便宜 到哪裏 他的股價長期都是45個車上去 除了2020年疫情期間 跌了一點 當然08年金融風暴的時候 當然會跌 什麼股票都跌 但大體上 都是向上發展的股價 其實我在升級版也跟大家分享過 我在12月7日的時候 就分注吸納了一項 高追的 都沒有發指的 所以註碼先不要太大 未來我的計劃就是 等他逢有一個回調 就在回調的位置轉勢吸納 當然我現在說不到給你聽 他什麼時候會回調 我也都不太希望他會回調 不過概念很簡單 就是這樣 升升升升升升 跌下來 大概在這個波幅的618位置 或者0.5位置 或者764位置 如果見到有轉勢的吸一吸 如此類推 不停重複這個動作 直到永遠阿門 都不是永遠的 入3柱左右 同時間 你亦都進一步推升你的支持位置 做好風險管理指洩 或者指責 就是這麼簡單 好了 希望今集之後 大家對於ESG有充分的了解 以及希望令到大家明白到 可持續發展的WIT 都可以做到很好的成績 而且他們是有相連性在裡面 在普通的股票上 我就未研究得很仔細 未可以跟大家分析到這個現象 不過說WIT的話 我是有齊全數據的支持 只不過大家肯不肯看 剛才那三個表 都是那句 君子好財取之有道 希望大家賺到錢之餘 亦都幫到這個社會 今天就這麼多 喜歡這個節目的朋友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當然不少在下面留言 給點鼓勵 給點支持 等我們這個學習投資的圈子 充滿正能量 好 今天就這麼多 拜拜 拜拜 2021年終於來到尾聲了 希望大家這年過得充實 亦都及早為自己的未來打算 加入我網上十年財務自由課程朋友 就知道財資的重要性了 加入了課程朋友 你應該都加入了師傅Lifetime Coaching 一月份topic就會說十年財務自由 失敗的原因是什麼呢? 不是因為找不到有回報的項目 新朋友 首先可以去到十年財務自由 一小時免費簡介的工作坊 參加了課程之後 就自動加入 師傅Lifetime Coaching的私人群組 這個私人群組的開放是限時的 每個月我們都會討論一下 不同財務自由的秘技 私人群組裡面還會分享 財智功課、消息、每月淺痕等等 在上完課之後 給足你永久support 千萬不要錯過 未聽過這個財務自由系統 記住去下面免費一小時 簡介工作坊 了解一下詳情 我們升級版也有一個強勁的優惠 3點鐘和9點鐘的升版 如果一起報的話 我們就回到加價之前 果然是超級通俗 並且我們在2022年 加入了新的功能 譬如是會鎖定 commit去講這個獨家資金流 和3點、9點也會看回藍籌 領升領跌股票 加上CFD的短炒策略 給大家短炒過下手癮 如果現在報兩個升級版 總共是四五支 1988元 報足12個月 再送多一個月 即是每一日圍回 可能是三個多港幣 下面快點報名 留意報了名之後 是每replace你現在有的會值 是會extend的 延長下去的 所以大家可以隨時報名 Jackie Sir加古壇留言的 零至千萬加速器 裡面會學到他們的秘技 包括rate、短炒、美股組合、CFD等等 參加了課程 就會自動加入Lifetime Coaching的私人群組 1月份的主題是 如何運用ETF做對沖 跌股時都可以鎖定盈利 有興趣的話 快點數一下QR Code 免費看看他們的簡介加工作坊和報名 Internative Broadcast 是師傅用了10年以上的交易平台 入到IB的網頁 只要按右上角的免費使用 登記一些簡單的資料 就可以免費使用平台交易 富翁團隊又請人 今次是請香港的同事 我們請社交媒體編輯 Content Writer 和Research Analyst 如果有興趣加入 又符合我們列出的要求的話 就記得Send CV 給我們啦 想每日緊貼大使 立即下載我要做撫翁的應用程式 我們每日收視前 都會和大家詳盡分析 約定你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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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